登山女神曾格爾上個月宣布 十月初自己以十三個小時無氧速攀 攻頂世界第八高峰 馬納斯魯峰創下世界紀錄 不過卻飽受外媒質疑 因為當時氣候 雪礦差 根據《紐約郵報》表示 有其他國外登山者也當時在那裡 說曾格爾登山時 其他人已經撤退到大本營 表示以當天的氣候來看 十三個小時內無氧攻頂 實在非常困難 擁有三十年登山經驗的臺灣 登山家也提出質疑 就是他推進速度最快的地方 而你放了一支影片 走的速度怎麼辦 那影片的光線也是讓人覺得有點怪怪 總之是說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釋 根據曾格爾的拍檔公司 曾經PO出這段影片 表示是最後一段攻頂的路程 可以看到積雪非常厚 有雪疤在前面開路 短短二十幾秒 走路都相當的困難 更讓其他國外好手質疑 曾格爾的攻頂紀錄 不過針對種種的疑問 他也PO出GPS所證走過的路線 並表示現在人還在山上 這幾天會接受幾家國外媒體的訪問 把事情說清楚